对不对 好这里有组合非常多个 那就是针对每一个地方去做调整 好每个地方去做调整 首先我们来看 你可以先用色阶的方式先来做一个调整 但是一样从哪里 调整图层 好从调整图层这边来 色阶 你有发现整张照片拍起来 其实大部分我们处理相机拍 比较容易像这样子 比较容易像这样 除非你用比较专业的嘛 专业当然还要搭配一个叫技术 有专业的如果没有技术还是拍不好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请问你他的分布是什么这样的情形 有没有发现他偏 左边对不对亮的很少 好所以说 如果说像我知道我希望他亮一点点 你可以先用这个先调一下 有没有差 有差吗 有差 调过来那如果暗一点点要增加 比如说这个桌子有没有 桌子你希望他 更黑一点点 你如果往这边调 有发现 桌子越来越黑 因为这是纯黑的地方 纯黑的地方 好 这样了解 先用色阶先调一下 反正调错了不要紧 我们刚讲过这是调整 随时打开就好 来画面还给你 我们来看看 这是已经做好了 我先把上面这几个 来先关掉 本来 没有错 一样的图对不对 做了一次设计之后是变这样 全部都变 比较亮了 可是这样子 这个 如果再加上这样 有没有觉得 好像那个炸的比较脆一点点 因为颜色上你有没有觉得好像 比较饱和一点 对不对 好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 那你现在要做这个要怎么做 这边 一样 我现在先都是整张调的 整张都调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他后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东西 是不是都是白色的 就表示针对整张 针对整张 好那我现在来这边 有一个色彩平衡 好色彩平衡 色彩平衡他只是说你什么颜色要多一点什么颜色要少一点 以吃的东西来讲大概就是要比较 亮一点点 比较 那个什么 暖色系一点 暖色系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可以增加一点点黄色的 有没有 对不对 但是要注意一下你调的有分 你调的有分 你看 色调的平衡 我们现在预设的是不是在调所谓中间调 有没有 调中间调 那什么叫中间调 你先不要看中间调 什么叫亮部 最亮的这种叫亮部 了解的意思吗 亮的这种地方 这叫亮部 那么 阴影就是谁 就是像这一块 有没有 像这种比较暗的 这样了解意思 所以其实我们要调的主要就是中间调跟 亮部的地方就好了 好所以 我们在这边 黄色多一点点 你红色也可以多一点 因为虾子是红色的 对不对 煮熟的是红色 所以你可以把红色增加一点 亮部点到它 你有发现又对齐了 因为这是针对比较亮的 比较亮的我希望红色再增强一点 有没有差 有差但是太多不行 太多 不行 所以我如果ok了我就确定 所以你记得 这边竟然预设是中间调而已 你可以针对你要是 阴影的部分还是亮的部分 再做一个选择 好了你看 是不是就ok了 你看我把它关掉 本来没有亮 跟这样 有没有差 有差 对不对 好换你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 你看这样子的 也不错 我已经做到这样 那如果我们再 再进一步一点 你有发现 从这里开始之后 诶 我后面图好像不一样 有没有 这里 跟前面这边 这两个是有点不太一样 前面两个是不是都 全部都白的 全部都白的 表示什么 我没有选任何东西 我针对整张 图层一起做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各位我们已经有用过 你不觉得这个地方 跟我们曾经用过 哪一个功能一样 叫做图层 遮瑟片 有没有 这个呀 这个 有没有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功能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样子 表示它会作用在哪里 假设 你看到这一张 请问它会作用在哪里 对 只作用在白色 它只影响白色那个 范围 黑色的 不好意思 都不影响 所以你看到黑色完全都跟下面一样 这样了解意思了吗 好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 这里插在哪里 我把它打开 你觉得哪里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你看 关掉 有没有差别 尾巴 注意一下尾巴 这样看起来的 虾子是 很老 现老的 现在不是很多 都要这样吗 所以我就针对这一块 了解意思吗 好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把它选起来 请问你要选这个虾尾 你要用什么工具选 比较好 它的形状来讲 你觉得用什么工具选 蛤 对多边形吗 有没有 这个应该用多边形还可以接受吧 几乎都是 直角啦 不是直角就是都是直线的 这样 点点点 当然如果你用我们今天 学的这个贝茲曲线也是可以 我好像稍微多了一点 这样可以吗 好了 好了你选好了再来加这里 再加这个 你看我这边 你用选取颜色 或用色彩平衡都可以啦 其实这个是没有关系 这两个是蛮接近的 我现在用选取颜色好了 从这边 选取颜色 有没有 点下去 你来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它只作用在这一块 因为你先选好了 如果你没有选好 就是针对整张 有选就是针对那一块 所以这个遮罩就自动把你做好 好涂成这边做好 那我现在就针对什么 这个红色的地方 我希望它再红一点 就是洋红再多一点 你会发现颜色越来越多 如果不浴室 是这样浴室的 有没有变得比较好 好 所以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确定 这样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范围 不太够 你想要再增 增减的话 怎么办 就是我现在这个范围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把这个丢掉 重新再做一次 第二种方式 你点到这边 你看我点到这边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 我们有用笔刷 哎 我要 它范围变比较大 请问要涂黑色 还是要涂白色 来你先看一下这里 先看这边 现在多一支麦克 手比较不灵活 在这里 请问你哦 这个地方 它作用的对象在哪里 黑色 白色 我先问你下面这一张 它作用对象是谁 整张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白色的地方 那这里 请问作用对象是谁 白色的地方 所以如果说 我希望那个 刚那个 影响的范围 大一点点 我要填黑色 还是填白色 对 了解了 所以说 你先 其实就是观念先清楚 你就会比较知道 怎么做 那我现在这个 是不是黑色的 我就把你换一下 对调一下 你看哦 我现在笔刷是 真的是 比较大一点 我现在把笔刷 调小一点 你看如果我来这边一刷 也没有发现你影响的就越来越广 有没有 这样了解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虾子这边 也要稍微再红一点 就把它涂过来嘛 你看这里有没有变化了 有了 好 画面还给你 看你了 那现在我们再看咯 再来看最后一个咯 再来看这个地方 你看我把这个打开 你觉得哪里不一样 丢丢丢丢丢 有发现盘子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样有没有比较像那个 以前 eBay那个广告 哈哈哈哈 那个不是有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什么 对对对对 比较像嘛 虽然你是属嘎的 但是我们要让它看起来有 好 对呀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在涂的范围 有没有 涂的在哪里 不影响的都是 这个 虾子的地方 对不对 有影响的是白色的 这都是那个盘子的那个地方 这样了解了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再来 做一个 一样从这边来 请问你 这个盘子应该怎么选比较好 盘子啊盘子一定不规则的形状嘛 对不盘子不规则的形状 你觉得这样怎么选比较好 好 好 糟糕 自己想办法 哈哈哈 其实一般来讲 像这个盘子的话 大致上 当然你用被子曲线也是很好选 好那或者你要用这个工具也可以选 反正我可以一个 你不要想说我一次把他选好 因为他中间有一些都不是都被隔开吗 所以一定要配合哪个工具 加选或减选 对不对 我不可能一次选好啊 所以我就 一块一块慢慢选 好那 那以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 前面这一块我可以用这个工具 好用这样 到这边 诶 记得要搭配一下那个加选的工具哦 有加选的工具 你才 有办法比较顺利把它选起来 好 现在画是这样刚好 是不是已经画完了 对不对 那有时候因为我要放比较大来画 可是这样是不是这个面板就会挡到我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方式 键盘上有没有一个table 按一个table 有没有所有面板都收起来 这时候你再画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画 不会受到面板影响 那你想要回来了怎么办 再按一次就好了 了解意思了吗 好所以你再按一次它就又回来 就是跟你刚刚那个组合都一样 只是暂时把它怎么样 藏起来 好 你这样画会比较好 最后呢 我们就是 选好了 再把色彩平衡加进来 那既然这个是怎么样 要更青 可是一样啊 这里是不是有中间调 中间调就大概像这种 比较接近这一种 好比较接近 所以 它你要比较青色一点 就调过来一点 好 更青 比较蓝一点 有没有 你有发现我的盘子在变颜色的 我先调很蓝 其实很多盘子新买来是这样子的 用久的 越小越越 这样了解啦 所以我们 盘子要永久如新 这样调整就好了 那你针对亮的地方 你看这个白色 有没有 这白色 如果说你要再亮一点点 你可以让它再 轻一点点 轻一点点 然后呢 再 我看 蓝一点点 太多的话也不行 绿一点点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就把它按确定了 所以这样盘子就比较像用新的盘子装的 然后把它关掉你再看一下 使用前 使用后 有差啦 你如果整个都关掉 就觉得比较好吃 就觉得比较好吃 可以啦 OK 那我们就先坐到这边啦